几万吨的两栖攻击舰 时速四十节的气垫登陆艇 能在甲板上垂直起降的轻转悬翼机 果然得到之后就不再珍惜了 这些装备已经满足不了美军的胃口了 所以五角大楼再次移清别练 又再盘算用在两栖作战的新装备了 这一次他们盯上了老对手苏联的好东西 将太平洋地区看得非常重要的美国 一直都在考虑许多问题 怎么能够跨洋运送海军陆战队和各类装备 怎么保证在西太平洋的作战需求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美国也做出了不少努力 什么滨海战斗舰 什么轻转悬翼机 甚至是数万吨的两栖登陆舰 依旧不足以满足美军需求 如今美国又找到了一个方法 就是参考曾经的老对手苏联的设计方案 提出了一个自由升降机的计划 官方从具体描述和想象图来看 正是宏极意识的地效飞行器 最大的优势就是不依赖港口和跑道 能够满足美军能在太平洋地区 任何地点的战略空运需求 按照美国国防部研究计划局的要求 这个项目被命名为自由运输者 是一款经济实惠创新 以及颠覆性的水上飞机 不过美国也提出了要求 尺寸和装载能力 要与C17A运输机不相上下 可以在四级海况下起降和作业 在五级海况下也能持续飞行 并且飞行高度要高于3000米 航程要求更是夸张 达到12000公里以上 既然是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 设想中的载具 那么自由升降机的运载能力 要保证能运输两辆 ACV轮式两栖装甲车 考虑到ACV装甲车衍生型号的 战斗权重接近35吨 再考虑留下5%到10%的安全余量 这就要求自由升降机的 最大运载能力在80吨以上 目前美国通用原子能公司 和极光飞行科学公司 牵头组建两个研发团队 已经各自提出了相关设想 按照项目计划 两个研发团队需要在18个月内 拿出合理方案 然后再通过三个月的时间 完成制造和测试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预计在2024年就能够建到 自由升降机的验证机了 相对来说 通用原子的方案比较大胆 更多考虑了海上起降的要求 为了保证飞行器的水上稳定性和耐波性 所以采用了双体设计 两个相式机体通过巨大的中央机翼 连接在一起 推进方式更是大胆 采用了12台涡奖发动机 这种分布式动力设计 在抗损性上面确实有一定优势 并且对于动力的要求也不太高 但这种设计对中央机翼的强度有较高要求 结构重量代价比较大 另外机舱也被分成两部分 使得装载货物的尺寸就受到了限制 12台涡奖发动机也会让动力故障率上升 维护工作量很高 地勤人员劝你不要这样做 压力非常大 而极光飞行科学公司这边 可能是因为波音旗下公司的原因 所以在设计上比较保守 方案更像是超大型水上飞机 设计重点也放在了机翼上面 在动力上也比通用原子要简化一些 但依旧采用了8台涡奖发动机 可能是考虑到海上使用和维护的风险 并没有选用推力更大的涡扇发动机 对于通用原子的设计方案来说 最明显的优点就是气动布局更加简单 单体式机舱的空间也更大 动力系统的可靠性也要更高一些 但缺点也很明显 这种设计意味着极光飞行科学 可能需要建造航天史上的最大水上飞机机身 这么大的机体在海面起降时 如何应对海浪的冲击将是一个大挑战 显然两个研发团队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设计方法 这在第一阶段会有更大的探索空间 在第一阶段的合同中 TAPAR将和设计团队及国防部相关方面 共同对项目进行改进 预计将在2024年中期过渡到第二阶段 然后进行全尺寸的详细设计、制造和演示 所谓的地效飞行器 就是一种介于飞机和船舶之间的运输器 同时又拥有飞机和船舶的一些特点 主要用于贴近地面和海面飞行 这种飞行器会在机翼和机体下面制造气流流动 从而在地面或海面上产生一种向上的作用力 简单来说就是利用和制造地面效应 从而维持飞行器的飞行 避开了水的阻力并充分利用地效飞行 单位油耗一般比舰船要小 不需要大的机场或码头及复杂的附属设施 减少了维护保障所需的人力物力 潜力远超目前的常规运输机 在贴近海面或者地面飞行的情况下 速度和机动性也远远优于传播 地效飞行器同时依靠特殊结构和特别设计的部件 可操纵性好 能实施近垂直起降 倒退旋停和无坡度转弯等动作 甚至还能就地回转 地效飞行器一般都是贴着水面 或在距地面几米的高度飞行 这个区域基本都是雷达的盲区 这种天生的雷达隐身性能为兵力突袭 导弹攻击等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地效飞行器还具备很好的通用性和两栖性 虽说和气垫船一样 都与地面或睡眠隔着一层高压气体 从而减少自身行驶时遇到阻力 但气垫船是通过自身发动机带动大功率鼓风气 然后将空气压入船体下面 从而在船体和水面或地面之间形成气垫 而地效飞行器则是通过自身高速运动 利用地面效应形成高压地点 它能根据需要灵活调整飞行高度航速 顺利越过专位登陆艇气垫船设置的垂直障碍 且不受海区海岸和复杂地形的限制 地效飞行器及高速性隐蔽性和攻击性于一身 既能高速掠海飞行 还可以利用雷达盲区隐秘突防 登陆部队可以利用地效飞行器 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及任何地形条件下 直接跨越滩头对敌方发动攻击 地效飞行器一次性可以运送多名士兵和多辆装甲车 这一点也让气垫船望尘莫及 同时地效飞行器也不依赖港口和码头 除了帮助部队进行两栖任务以外 还可以用于各种作战物资人员的前输后送 还可以作为机动攻击平台 从水面和水上隐蔽发起对海对陆精确打击 甚至还可以作为三维一体战略核力量中的海基平台 担负战略导弹的核打击任务 或者执行战术导弹的常规打击任务 除此以外 地效飞行器还可承担侦察反潜 警戒巡逻 排雷破障 布雷射障 搜索救援 医疗保障等很多任务 甚至可用于防空反导 其实在美国这项计划公开之前 仅有苏联进行过类似规格的地效飞行器 也就是著名的离海怪物 苏联在60年代便开始将地效飞行器应用于军事领域 当时苏联希望获得一种高效的海上打击运输平台 既要拥有比运输机更大的运载能力 还要拥有比舰艇更好的机动能力 所以阿列克谢耶夫中央设计局长期研究的地效飞行器得到了重视 为了保密 苏联专门在离海建造了一系列的地效飞行器 美国通过侦察卫星对苏联离海的军事基地拍照时 发现苏联正在秘密试航一种既向飞机又向船的怪东西 与水上飞机不同的是 它几乎贴着水面高速航行 在没有其他情报支持的情况下 美国将其称作离海怪物 并且个头还非常大 长度达到106米 驿展约为40米 最高速度达到了每小时800公里 机翼上安装了8台发动机 另外在锤尾还安装了两台发动机 而航程也可以达到7500公里 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 苏联第二款地效飞行器 小鹰试飞成功 装备了三台发动机 其中两台镶嵌在了机头下方 还有一台在锤尾上 整体个头比离海怪物小多了 时速与航程也大大缩水 共建造了五架 一架验证机 一架原型机 剩下的三架都进入苏联海军服役 据说目前仍有两架在尔海服役 后来 苏联还建造了离海怪物的升级版 被称为花尾哥 除了将锤尾发动机移除和机翼形状 略有改变以外 其他并没有多大变化 长度约为74米 驿展约为44米 最大速度约为每小时600公里 最大航程约为3000公里 背部装有三套二连装的超音速 反舰导弹发射装置 华尾哥共建造了两艘 但都未在俄海军中服役 不过随着苏联解体 再加上地效飞行器一些固有缺陷 一些建造于离海的庞然巨物 在90年代迅速消失在视野之中 其实自由运输者项目的研发背景 正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 着眼大国对抗之际 所以美军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其中海军陆战队的改革最彻底 他们淘汰了大量重型装备 而自由运输者可以帮助美军 在太平洋地区获得任意地点的战略投送能力 并且贴近水面的飞行特性 使其具备非常好的生存能力 地效飞行器在贴近水面高速飞行时 噪声小 水面上无航计 敌方难以进行实时卫星监视 同时地效飞行器还能利用地球曲率的影响 来规避防空武器的拦截 在低空飞行时 基本上不会受到远程地对空导弹 反舰弹道导弹 潜艇和地雷的威胁 生存能力将明显高于传统的两栖舰艇 或战略海运船 地效飞行器在地效区运作 飞行高度低 一旦出现紧急状况或发生故障 可随时安全地降落到水面 不像飞机那样 可能因高空坠落而击毁人亡 也正是因为这些优势 美国才将其作为两栖登陆平台 这种分布式前沿作战 最终考验的就是后勤保障问题 而自由升降机就是解决方案之一 通过这种大航程的大型飞行器 来输送陆战队员 装备和后勤物资 从而支持陆战队的机动作战 从苏联时期的离海怪物到美军的自由升降机 从技术来说 这是军事科技的发展 但苏联的研发历程也证明了 目前的地效飞行器还存在着不足 比如无法在高海矿条件下行动 并且在拥挤环境下避免碰撞的能力不高 按照美国以往在新武器领域的经历来说 可能难以控制这种大型飞行器的相关成本 尤其是需要为其重新建立全套的基础设施 再加上现有材料的限制 能够在寿命维护费用等方面 达到经济可行的地效飞行器 尚未有成功的案例 另外地效飞行器 虽然是在暗机雷达 舰载雷达的盲区行动 但却无法躲过来自空中的威胁 比如预警机的雷达探测 战斗机的空空导弹等 当然美国既然选择了地效飞行器 那么这些后果自然也已经考虑过了 既然这样 就让我们等待2024年 美军先进地效飞行器的出现吧 你们觉得美国这个项目能否顺利实施 未来还有可能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火力君 咱们下期再见